Hello大家,我是GG 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5月开始上网课到现在所遇到的一些趣事 那些已经成为老师的 你们应该会感到非常的感同身受 那些还在IPG诸书的学弟学妹们 希望你们看了这个影片 有一点心理准备 毕竟不知道网课会上到什么时候 在一个明封古朴的小镇 那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明封古朴 你们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你们看这个句子 你们猜一猜它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麦克风的 你们也可以打字给我 Hello Hello 有谁要回答我 哦,我看到有人打字了 哈老师,请问可以去上厕所吗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们要上厕所的话 请你们默默的去,默默的回 不要被我发现,OK? 那这个应该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很像在跟空气讲话这样 那我的班呢 我是发现到他们是根据天气的变化 然后整个班的气氛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就是只能看老师有什么方式来信他们的注意 那我自己上课的方式 我是会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开CAMERA的 很可怜是不是?我也觉得很可怜耶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我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好,我们接着看下去 他这边说把匕首当成口琴 请问有谁知道什么是匕首吗? 我听匕首吗? 啊啊啊 小明你可以讲多一次吗? 我听不是很清楚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有谁明白刚才小明在讲什么吗? 小明你可以打字给我吗? 你打字给我 好,谢谢你 因为我自己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用WiFi 那我本身是没有这些 突然网络很卡啊 信号不好的问题 但是有很多的学生呢 可能他们一个家 需要跟很多的兄弟姐妹 或甚至是他们的父母一起share Wifi 然后这边呢 我学生很可爱的就是 我网络很卡 可能那个样子很丑的样子 就是停在他们的那个 screen那边 他们就会拍下来 然后就举手给我注意到他 然后就说耶耶耶耶 我幻红老师的照片 这样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算出来 他的答案是 五个世纪又五十五年 好,到这边为止 谁有问题 不明白的 可以打开麦克风 告诉我 听到我听到半辈子了 听到 啊啊 什么 什么地方不明白 可以讲多一次吗? 我还是听不清楚 你可不可以打字给我讲 你是红色的地方不明白 还是蓝色的地方不明白 就很像我会发现到 有很多学生啊 他们跟他们的兄弟姐妹 可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上课 然后就会 可能他们开麦的时候 我就会听到 其他老师的声音啊 更恶劣的环境是 有人是直接 没有地方上课 他们在客厅里面上课 然后他们一开麦克风 他有问题的时候 哇,四周围啊 新闻的声音啊 Radio啊 电视的声音 就很大声 那这种学生的话 没有办法嘛 因为环境 不能改变他的环境 如果可以的话 叫他们的父母 买一对耳机给他们 就是上课的时候 戴着耳机上课 至少会 阻挡一些外来的这些 声音 这些杂音 好,所以呢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功课 也是像我们上次一样 用这个方式把格子换出来 然后 不要开麦克风 就是他们有可能 不小心开到麦 他们不小心按到 又或者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甚至是他们的父母 我就会错过来 看他们在上课 上什么课这样 上课不可能只是讲 关于课文的东西 有时候会分享一些影片啊 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就很像我上道德街的时候 我会播一些地址规的video嘛 然后很多很多 他们就会带着他的弟弟 带着他妹妹 叫他面提上课 然后我就会看到他们讲 哎哟 弟弟也要来学地址规啊 妹妹也要来学地址规啊 这样子 好的,总的来说呢 说实话也是一个事实 的确上网课的效率 不会比实体课还要好 那这边呢 其实我发现到有很多老师 他们都不是很能体谅这些学生啊 就是如果老师 你们有参加过Kusus啊 又或者是你们也是有上过这些线上课 你们就会知道 真的很无聊 如果你一直看这视频的话 那我们大人 我们大人都不能这么做了 何况是你要求一个小孩子 从早上七点半 一直上课上到一点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如果上完我的课 他没有把我要求他们做功课交上来 我就已经非常的满意了 那在这边我觉得 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是完全不会限制他们开麦的 他不管到什么时候开麦都没有问题 那他的前提就是 第一点就是 我在讲话的时候 你不可以插嘴 第二点就是 你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插嘴 第三点就是 我在跟你朋友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开麦 除了这三点之外 我的学生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他开麦 我都不会骂他 很多都不会阻止他们的 因为小孩子哦 你们也知道啦 他们的记性啊 真的是很差 你可能你现在跟他讲 我才刚讲而已 他们就忘记了 所以如果他们突然有问题的时候 你叫他们一直忍忍忍忍 忍到我上网课你才问我 他们就是忘记了 他们就不会问 但是这个方式的缺点就是 我的进度会非常慢 就有可能今天我会激化交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交不到 因为他们太多问题了 就是有好有坏啦 我会比较注重他们的道德教育 很伟大这样是不是 就很像刚才我讲的开麦 我会让他们间接学到 我们要尊敬别人 别人在讲话的时候 我不可以插嘴 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 我要等待 等待他们讲完话了 才可以插嘴 所以我的班 他们一面上课 一面吃东西 上课 然后突然拿着一个大大个玩具 一面包海玩具 一面玩玩具 又或者是很多人他们很喜欢 换那个背景 把自己换成一粒猪 这些我都不会阻止他们的 因为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 想要让自己再提起精神的方式 因为我看到有些老师 会要求这样 你们全部裹 开着镜头 上课的时候 要裹开麦 等下我叫他名字 谁没有应我的话 我就写他没有来 那我自己本身呢 我就不喜欢营造这样的气氛 这样的氛围 我自己不会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 我会认为 有些学生他们是比较外向的 有些学生他们是比较内向的 就很像现在上网课 我给他们选择 你可以开麦 或者留言 就算他的麦克风是可以用的 但是他会选择留言 这个是一个内向的人 他们的性格嘛 我不想要因为这样子 就让他们 为一句这样 就是上网课 然后开麦 讲话给全部人听 我就是只会一直鼓励他们 有谁回答我啊 我就给他们分数 然后称赞他们啊 就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学习咯 然后最后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是每一个学生 他们都会遇到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家长 他们会在旁边 跟着孩子一起上课 这个叻 其实我总会畏惧 我会怕 因为我每一堂课 我都有做准备 可是很多家长的问题 他们会认为 小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差 可能我讲了一次 我就会问 谁听不懂的举手 哦 有一群人举手 然后我就再重新讲多一次 讲了第二次 还是人听不懂 他们的父母就开始 开始 很遭遇了 然后就开始骂他 跟孩子讲 为什么你听不懂 这个结尾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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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父母就会开始跟他讲答案 那小孩子呢 他们在这种很紧张 压迫的情况下 他就会讲 对不会了 但是其实到最后 学生的功课都是父母帮他们完成的 毕竟我们是大人嘛 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会比小孩子快 那些专注力的东西都是慢慢训练的嘛 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他们忽略的 最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 他们会认为讲上网课很没有效率 学生学不到东西 可是你们忘记了 就算我们在上实体课 我们在学校 我在黑板上面讲了之后 跟他们讲 你们要回去做功课 然后还是会有很多人不明白 还是会有很多人不会教功课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么的要求完美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真的是说到你的心声 那记得帮我按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或者老师 让他们看了之后更加的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